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低点 大盘两条线跌破 电子股三条线跌破 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格局到底呈现什么样的太阳 我们先看股神系统 我们打开股神系统的时候 请看F5的画面 然后再打888他就进入股神系统 好 那我们看到目前的格局三线全部跌破 上档出现第二次的绿色的反压 那我们可以看到格局如果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像第一条跌破 第二条跌破 第三条如果不确定那你打F2 他就跑一条线出来 告诉我们第一线空 第二线空 第三线也空 绿色就是空 红色就是帆多 那目前三条线通通跌破 当然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标准的空头格局 好 那我们看电子股 电子股就是2300 他就跑电子股 好 那我们看电子股的格局 目前的格局今天是7月10号 目前是两空 第三线在临走附近 我们看一下 第三线悄悄在算站上临走 但是目前的格局还呈现一个空方的态势 因为第一条线已经跌破了 那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说这个格局已经怎样 已经不大对了 大盘破两条破三条 电子股破两条 那我们看金融股的太阳 来我们看金融股 金融股是2800 好 那我们看金融股 金融股目前的格局 第一条转空 已经转空有大概半年了 一直都没办法翻多 所以这个格局告诉我们 金融股也是非常的弱势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这个盘不大健康 那我们把20大类股快速检视一遍 我们请看 从水泥开始 水泥股空头已经转空有一段时间了 这格局都是不对的 我们看第二个 食品翻多 但是第三线 第一线已经接近零走 准备要跌破 第二线已经跌破了 拉高之后股神线往下掉下来 告诉我们这高点已经到了 塑胶股 反弹翻多 经过了大概半年的整理翻多 但翻多之后非常的无力 第一条线往下掉 第二条跌破 第三条在零走附近 纺织股翻多 但是格局不对 第一条线已经转弱 第二条跌破了 这个非常的弱势了 机电转空了 反弹只有空头反弹 一直没办法三线翻多 两天前三线跌破转空 电器空头反弹 从反压出现在这里 大概在三月中 一直出现一大堆反压 这时候你就应该跑了 到目前为止只有呈现空头反弹的态势 化工也是一样 今天又再度三线跌破 所以你看到这里 你想想看是不是前任很跟你说 化工 这个生技股要开什么会开什么会 这个生技股可以买了 我都没说 我都没说可以买 不但没跟你说可以买 跟你讲你不能追 为什么 因为看到这格局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一直都在空翻 早就已经转落转空了 这空头格局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改变 玻璃也是一样 跟化工差不多 造纸也是一样 钢铁股好一点点 那我们说钢铁股翻多 可是马上面临三个反压 104 104跟102.7 这三个反压密集在这里不容易克服 所以他如果没办法克服 他会往下修正 那在这三个反压 面临这三个反压 如果没办法跳空 或者是带量长虹突破之前 钢铁股你不要追 涨的时候就算三线翻多 马上碰到反压 密集的反压区 这股票都不能碰 那我们看钢铁股 目前的太阳就是这样 翻多没有错 经过半年的争议翻多 可是马上碰到反压区 橡胶类似的问题 跟钢铁差不多 汽车转弱了 电子刚讲过了 硬件转空了 运输空头反弹 一直没办法翻多 观光 还在这个多空交战 涨一波之后开始面临反压 目前多空交战 还好第一条 现在还蛮长的 虽然多头不是 但是已经开始有反压了 暂时现成整理 那我们说金融股也是一样 金融股非常弱势 刚刚讲过了 已经走空将近半年了 白货反压出现了 中概股不强 你看股价在相对高点 股神线在临走 第二条还跌破 那我们看到这里就告诉我们 二十代股说真的 你要找一个像样的 很漂亮的 没有 所以你说这个盘就在 就是这样 态度态势上相当的弱势 那我们先从一个 另外一个事件看起 很多人会买股票 会看到新闻 看到一个报导 或是Facebook 推荐你去买股票 那买完之后你要小心 来看我们这档股票 这是金周刊登出来的 时间是1072期 最近一期的周刊登出来说 大宇之股价暴跌六成 正确是59% 断头散户一开始在 为什么这么疯狂 理论他里面有讲到说 大宇之第一季的时候 发布新闻说 美股的盈余 有机会 怎么样 倍翻 赚多一倍的意思 这个利多 加上什么 要去中国IPO的一个利多 题材金的利多 这两个题材 让大宇之涨翻天了 但最后股价却崩盘 跌得非常深 今天还是要再度打到跌停板 我记得前几天大宇之反弹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股票你不要去追 还记得吗 就这张图 前几天是不是一个反弹漲停板 我跟你说 这股票没有翻多 你不要去追 你看马上又跌三天下来 但今天打到跌停板又破底了 高点264目前跌到87.5 在这里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 这里是跌59% 现在超过59%了 那我们看一档股票跌那么深 散户 其实面临每天都面临跌停 说真的是水深火热 相当的痛苦 那我们看看大宇之的格局 在股权系统里面呈现什么 你看一般的K线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这样 就是一般的一个K线 那如果你看股权系统 它会呈现 什么样的态势 我们看股权系统 来 好 它是呈现这样的态势 有没有不一样 有 你再看一次 在股权系统 跟一般的K线里面 它们呈现不同的态势是什么 来你看一下 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好像有不同的地方 你再看一次 一般的K线所呈现的 它是呈现这样 在股权系统里面 它所呈现的 它呈现什么 有没有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高档知道说这股票转空了 不要再追了 对不对 当然相对的 这么高的地方出现反 你要跟你讲 这股票格局不对了 那你就避开 你就避开这段下跌了 那你就被傻傻在原地 挨着挨打 在原地挨打真的很可怜 股票等一下也来不及跑 也不晓得怎么办 所以说股权系统存在 有它的价值跟意义 因为它的确会告诉你 高档转空了 你必须小心 必须避开 你再看一次 这一般的K线你看不出任何一样 这是股权系统 有没有看到不同的地方了 有是不是高档只要转空提醒你 那反过来低档出现买讯 一大堆买讯出现 他就准备要大涨 真的这段大涨起来 高档出现反压 他开始要修正了 那就是要避开 那你懂了这个道理之后 我想很多股票的下跌 你当然就可以有机会来避开 你就不会说话站在原地挨打 那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说很可怜也可以 因为这种股票套进去的人 都是几乎都是要斩 都是断头的 对他们来讲也是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好 那我们说既然这样 那分析师为什么不叫你跑 因为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在台上分析 分析什么 分析就是预测 懂我意思吗 分析就是预测 预测就是猜测 猜对猜错都有可能 通常都是一半一半的机会 猜对了恭喜你猜错你就完了 所以分析就是你再看一次 分析就是预测嘛 没错嘛 预测就是猜测 预测跟猜测其实差不了多少 对的机会可能就一半 那万一错你就完蛋了 高档转空没有跑 那产生的伤害就非常大了 所以我们在 古神巴菲特讲过一句话 他说方向错误 快跑没有用 你把方向搞错 你在台中 你要去台北 回来上班 结果你坐到南下 你跑到高雄去了 你就算坐高铁也没有用 你坐一块的车 反而距离越远 因为方向搞错了 所以我们古神巴菲特说 方向错误 快跑没有用 那就是这个道理 当你懂这个道理了 股价要转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不要看报纸看消息 那个都来不及 我想这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大宇治是最好的例子 当你看到消息都来不及了 股价不晓得跌到哪里了 好 那我们再看 股票涨跌他一定有迹象可循 你放心 他一定有迹象可循 真的吗 你再看 有没有迹象可循 有啊 大宇治跌超过六成 请问高档有没有迹象可循 有啊 怎么会没有迹象可循 大宇治大涨一倍 请问低档有没有迹象可循 有啊 低档也有迹象可循 所以我们说股票涨跌怎么样 他一定有迹象可循 那你只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你就能够接近成功 那怎么样方法 就是你要把它看得很清楚 看得清楚楚才能够啊 赢得轻松松 看得清楚才能够避开很多的风险 所以你看大宇治这样跌下来 那如果你在高档 你就知道这股票要转空了 小心 要避开 那我请问你会受到这样的伤害吗 不可能啊 这股票转空我就跑了 你干嘛会受伤害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你要成为股市里面赢家 第一步是什么 你要成为股市赢家的第一步 第一步是什么 就是这一张 要能够一眼 就能够看清楚 多空方向 你要一眼就看穿了 这股票空了格局 这转空了 那我赶快跑 这时候有没有消息 你放心没有任何消息 有消息大家都跑光了 哪有消息 只有股神系统 他会出现卖讯来提醒你 他忠实的出现卖讯来提醒你 这股票格局不对了 你该跑了 懂意思吗 这才是最正确的 这个方式 告诉你这格局不对 你该跑了 这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消息的 所以你如果能够一眼变多空 一眼就把这个多空方向 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我想你在大宇支里面 你就不会受到伤害 所以你要记得 你要成为人家第一步 就是要一眼变多空 好 那怎么样能够一眼变多空 一眼就看穿 一眼耶 没有很多想法 一眼看到多头 一眼看到空头 看到一个人 这女生 有长头发 蛮漂亮的 这个男生 还秃头了 你不用去怀 这个就是男生 这个就是女生 一眼就把他看穿 实际社会上也有一些 穿着很中性 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 到底男生还是女生搞不清楚 同性内容我们也搞不清楚 我不是说歧视 有些人我们真的看不清楚 那到底是男生女生 我们也搞不清楚 但是理论上 很多股票你都可以看清楚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大宇支 空头你可以看清楚 多头要起涨 你可以看清楚 再看一遍 可以吗 可以啊 多头要起涨就呈现这样 很多买进讯要出现 三线换都变成红色的 空头高档出现反压 出现卖讯 就是不对 所以如果你一眼可以把它看得到没有清楚 那势必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好的操盘工具 来协助你 你才能看得这么清楚 那用什么样的操盘工具 你竟然一眼你就没有太多思考 那就必须一个很简单的操盘工具 但是你不要以为很简单就很容易 简单是什么 不要看喔 简单啦 看这句话 这是达文西讲 达文西是谁 达文西是一个意大利的画家 如果你不晓得达文西 你一定看过蒙娜丽莎的微笑 蒙娜丽莎微笑就是达文西画的 最后的晚餐 就是达文西画的 这非常有名 这话一定看过 这两幅画都是达文西画的 所以达文西他是一个画家 他也是个军事家 他也是个科学家 他也是个天文家 他也是个气象家 他也是个机械工程师 为什么他不是光会画画而已 他有很多很多的 你想象不到的 达文西除了画蒙娜丽莎 画最后晚餐 他在做什么 他还发明了战车 你看这不是 他画的 他手稿 最原始的战车 你看到没有 发行了飞行器 还发行了人造滑翔翼 就他发明的 这是战车 你看他发明很多东西 所以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绘画家 音乐家 建筑家 解剖家 数学家 发明家 天文学家 气象学家 达文西是 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 可以说跟爱因斯坦齐名 他头脑是最厉害 一个人怎么都会 你看那个时候 他还可以发明战车 你看这是他发明的战车 你再看一次 这是他发明的 你看手稿 这是他的手稿 这是他发明的战车 这是解剖图 里面打开就变这样 可以把人融在里面 这样走路 轮子这样走 这是他发明的战车 所以达文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达文西说过一句话 很了不起的人说过话 也说很有智慧 他说什么 他说简单 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复杂 头这边 所以我们刚讲过 你要一眼就把它看穿 容易不容易 那是不是很简单的操盘工具 对啊 是一个很简单的操盘工具 但是他是非常怎么样 最高级的复杂 你不要以为他很简单 对啊 他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复杂 才可以把股市 这么复杂的东西变得很简单 这不容易啊 兄弟喔 有没有道理 当然下个阶段回来 我跟你讲 目前大家最关心的股票 市场上有很多股票 大家都很关心 到底这股票应该怎么操作 这股票转空了没有 我想再广告回来 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市部专线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鹏展翅正高飞 宇宙翱翔万物归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获利是我们的使命 大宇国际头部 带您翱翔股市轻松支付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头部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为您打造梦想的财富 02-2500-6999 02-2500-6999 好 欢迎来到现场 很多大家关心的股票 开始来分析 那时间的关系要讲快一点 不然讲不完 我们看第一个6426 好 统新 统新的格局 大家看一下什么格局 好像已经挂掉了 对不对 这格局好像已经不对了 因为高档出现怎么样 出现反压 而且 1234个反压 转空已经有一个多位了 今天是相对跌破相对近期的低点 好 我们看第二档 3346 利青也是一样 今天又大跌 跌破了近期的低点 高档出现反压之后 一路就一大堆反压 通通变成空方格局 这种股票你不能随便去碰 6533 这个也是一样 精心 之前很多人都在讲精心 很多人都在讲精心 现在没有人在讲精心 为什么没有人在讲 因为全部套了 干脆不要讲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套这股票上面 因为很多人在跟你鼓吹精心 我没有跟你鼓吹过 为什么 这格局不对了 高档出现反压之后 反弹无力 我跟他讲过 155块是不能跌破的 最后他跌破 跌破开始往下掉 这格局 今天又再度跌破近期的一个低点 2915 潤泰全 今天股价也是跌破相对的低点 又破底了 9945 潤泰集团最近股价非常的弱势 已经转空有半年左右了 1262 绿月 今天也是一根长黑棒 灌破近期的低点 高档出现一堆反压 开始转了空头 崩盘 6452 绿月 我们看 这个 8454 8454 好 富邦煤 转空已经2468 4天了 高档转空已经4天了 3045 台湾大 今天一根黑黑棒跌破转空 跌破近期的 相对的一个弱势都跌掉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反压 都在113 113.5 114 这里就是很大很沉重的反压区 所以这种股票不要去碰 好 还有什么 这个 4904 远传 一样 格局都差不多了 6107 滑美 跌一大段转空了 今天剩48 82出现反压 你看这股票是从82块出现反压 跌到今天 剩下多少你自己看 82块出现反压 80.7出现反压 今天剩48 跌快一半了 好 这都很弱势的股票 2456 这一样奇力轻 转空了 2406 这个不知道跌多久 国硕 非常弱势跌加近半年 转空很久了 3293 游戏股的形象 今天再度股价往下错 4174 浩顶 升级股浩顶不能买 你讲很久了 2454 联发科 今天出现一个反压 第一条多方 第二条第三条跌破 这是一个相形整理的格局 也就是说多头要整理的 所以它相对是变成一个弱势的格局 这种股票你超商要小心一点 好 那我们再看 3665 天哪 你看这股票有多少的反压 反压一大堆乌云密布 这种股票不要去碰 不要去抢 4968 那不是一样 今天往下掉了 立即 2347 那不是一样 一大堆反压 这种股票叫做乌云密布 跟签证大盘有点类似 我刚才讲乌云密布 这种股票是不能碰 高档转空反压沉重 来再我们看6436 6435 更正一下 6435 好 一样大中 现在大概没有人在讲这股票了 因为已经跌下来了 所以不会有人在讲 但签证每个人都在讲 来 3437 融创 出现三线转空的反压了 6486 互动 转空有一段时间了 高涨出现反压之后没办法无效 只有三线跌破 现在转空了 6207 也一样雷克 现在都没有人在讲这些股票 你有沒有发现 这股票都没有人买了 因为跌下来就没有人讲了 都小型股了很多人在讲 现在没有人要讲 因为跌下来受伤了大家不讲 3581 一样 这个都先转弱了 6156 这股票都不能碰了 3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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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顶 这已经转空了 高涨出现反压了 5263 5263 5263 这是多头格局 智威 游戏股智威是多头格局 3443 这有很多买进讯号 这个多头还没有死 6456 GIS 高档出现 1234 4个反压 而且已经三线跌破转空了 这种股票是不能碰了 好 还有什么 3037 哇 反压好沉重 都涨不上去 2313 哇 反压是很沉重 都涨不上去 2337 一样 光红 反压沉重 涨不上去了 6269 台郡 这转空 这不能碰 3019 亚光 这格局都不对了 今天说518 又往下掉了 其实亚光 我不晓得做几趟了 因为我真的数不清了 最近除息完 除息完我在进场放空他 这格局还是一样 还是一个空头格局 好 3018 通开 这格局好不好 下面有一个两个三个满进讯号 上面有两个反压 三线在临走附近 他已经大涨一波之后 出现反压 然后再出现什么 肥光返照 上去又打下来 现在又是一空 所以这个格局就不大健康 这种股票因此上我不会买 我知道很多人在推荐 我不会买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我们再对照另外一档 哪一档比较漂亮 3229跟3018 你告诉我哪一档比较漂亮 这不用我解释吧 是不是3229很明显漂亮多了 所以你要买股票 要记得买现行漂亮的股票 不要买那个有疑虑的股票 有疑虑的股票就不要买 再看一遍 这就是有疑虑的股票 这样懂意思吗 好比如说 平盖股4938 好不好你自己看 这格局都不对了 5871 中租 这不是平盖股 34 2439 对不对 这格局都不对 美绿 3406 郁均光 空头反弹 我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1536 核大 掉下来了 出现卖讯 一个两个三个 第四个卖讯 极叠 这格局都完全不对 我们把周线再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样 周线更糟糕 是一个空头反弹的格局 像另外一党一样 3552 这格局对不对 朋友这格局对不对 应该不对 前阵子有一个人问我说 张老师我问你3552 你怎么都不理我 我讲很久了 不今天才讲 早就跟你讲你不能碰了 难道我今天才讲吗 如果今天才讲 那我就太迅了 那我跟你讲你都不听 你就不要再问我了 懂意思吗 这早就转空几百年 你不跑 888 日线也是一样 什么格局 这也是不对的格局 有没有 这也是要转空了 周线也是一样 转空几百年了 这种股票很简单 不要去买 不要去碰 碰了你就准备受伤 钱缴不完了 你看一下这种股票 从400多块跌下来到172 那如果你在这里就把它卖掉 这边多开心 多愉快 多轻松 对不对 你高档就把它卖掉 对啊 那不是很愉快吗 你干嘛从480几块 报到现在172 那你不是很痛苦吗 把你自己生活陷入在痛苦当中 这种股票就是不要去碰 懂意思吗 日线看一遍 周线看一遍 一切答案都有了 不要想太多 好 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讲那么多 多久了 还有多久 好那我再讲一下六星好了 讲一下六星选股 通常你每天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把你手边持股检查一遍 第二件事 从六星里面去找你要的股票 假设多头你就找多头股票 找六星换多了 六星很简单打TAB 在股神系统里面打TAB 在自选画面 F1 这是自选股 自选股的画面再按一个TAB 他就跑出来 六星里面 譬如说你要 假设现在是你要找多头股票 你手六星选股 好他帮你选 他帮你选出来 六星里面最强的股票 六星就是要六个条件 六个条件中符合 他才跑出来 好那目前来讲 台股最强势的股票 在哪里 等一下我就告诉你了 你也不用去猜也不用去想 答案都在里面 很简单 好那我们说六星里面 翻多的股票 在哪里 他要帮你选出来 大概20档 原则上这20档里面 你就会找到最强势的股票 因为他是用成交值 排行榜去筛选的 所以一定是有人气的股票 不会说你买进去 卖不掉 我们看六星里面 第一个鸿海进去 888 然后一档一档往下看 好 鸿海已经翻多一段时间 这个半年里面大概就四天转空 其他都多头 但是目前来讲 第一线多方 第二线在临轴附近 第三线在多方 有点假跌破的味道 好 中壮今天跳空上来 好 跳空上来非常的强势 这是很漂亮的股票 三线翻多 所以中壮算是 强势的股票 连点也是要是多头格局的股票 加折 两个法尼亚136 132 法尼亚要怎么突破 长红棒跳空 所以正式突破法尼亚三线翻多 这是多头股票 可乘非常脆弱了 多头非常脆弱 还有下面有三个支撑 泰山多头很漂亮 已经从十几块 翻多到现在20块了 他波段涨50% 这边有写 从翻多点 最后一个翻多点 到现在涨了五成 这个多头格局都还没有改变 今年也是多头 缺点是第一条线比较短 下面两条比较长 上档反压比较沉重一点 振兴落势多头 精彩 多头已经快要结束了 因为一直往下掉 好长隆 还好 台新金 涨一段时间了 金融股这个都不强 这都非常弱势的多头 看这三条线知道 好 这个反压又 85.2 85.8 然后跳空 带上长隆突破反压去 这个不明显 好 宣德多头 这漂亮的股票 因为29块 所以要突破这个反压去 金融场合棒突破 突破完三千万多 这是多头股票 这个还好 这也还好 这个都不强 这都不强 这都是 回到红海了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 多头股票就那几档 什么宣德 中寿 泰山 对不对 加折 看完能够做 其实也没有几档 就符合刚刚讲大盘的架构 电子股架构 电子股三线转空 大盘三线里面 电子股是负负正 第三条再零走 大盘三线走空了 金融股根本就没有翻多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 二十代的股其实都很惨淡 超市上我只能跟你说很小心 这是我对盘市的看法 当然相对很多转空的股票 你是可以考虑来放空的 好我们看图卡 要怎么样赚到钱 在股市里面你要赚到钱 你希望赚到钱 希望赚到时间 希望赚到你的生活品质 既然你希望有这三个条件 又要赚到钱 又要赚到时间 又要赚到生活品质 说真的不容易 那如果你要赚到这个 你就不能花很多时间在股票里面 你的人生不能只有股票 股票用很短的时间来操作就好了 你不要每天一直在看报纸 听消息 你说生命都花在股票里 晚上看美股 那个不对 那就跟这个违背了 你没办法赚到钱 又赚到时间跟你的生活品质 那怎么样达到这种条件 就是你要很简单 一眼就能够变多空 多空一眼就把它看清楚了 那这样你就时间就可以省下来 那怎么样做到很简单 这个达文西说 简单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复杂 所以你要只要一眼变多空 就要靠一个好的操盘工具 一眼看懂你时间就省下来了 就很简单了 懂意思吗 懂跟不懂就是一个桥梁 你在这边不懂 在桥这边不懂 走过这个桥 那你就懂了 但是问题来了 有些人走过桥一天 有些人走过桥一年 有些人走过桥一辈子都走不过去 有人从股票市场 从进股票到他离开股票市场那一天 他都不懂股票 所以你要怎么让自己快速能够懂 很简单 透过一个好的操盘工具来帮助你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不要自己在那边摸索 自己在那边缴学会缴不完 好 张一鸣的light 你用手机light去搜寻 就是小老鼠加一个A 2500699 这样就可以找到我的light 记得把相关的 如果你还常常看到我的讯息 想要看到我的讯息 想要看到我的资讯 大宇国际头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好 你想要常常看到我的讯息 很简单 只要把这个light 把它整理好 就是A 小老鼠 小老鼠 再加一个A 25006999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进行到这里 我们明天 再见 大宇国际头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支付专线02-2500-6999 02-2500-6999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钻进波段假差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支付专线02-2500-6999 2500-6999 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